第一题,一支铁钉放在两支条形磁铁附近 AB与C珠分别为两条形磁铁的磁脊 箭头表示磁力线的方向如图所示 若于此情况下,铁钉的一端会吸引指南针的S级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一端会吸引指南针的S级 所以就表示我们的一端就是N级 那么另外一端就是S级 那么我们的铁钉跟我们的条形磁铁互相吸引 所以珠这一端就是N级,C这一端就是S级 然后我们根据磁力线的方向,这是两个分开的 表他们彼此是相似 那么磁级是同名级相似,异名级相吸 所以B端会跟C端是同名级,所以也是S级 那么另外一端就是N级 所以A是N级,B是S级,C是S级,珠是N级 因此我们看到第一题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,B端为S级,C端为S级